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因為全職學長做了讓網友們投稿 然後學長來分析問題的專題 那大家的反應非常的熱烈 那其中對於悶蒸的失敗的狀況 大家都深有所感覺說 原來我也犯了這樣的錯誤 所以學長就決定今天要為大家來示範一些 正確的悶蒸以及常見的錯誤悶蒸 那包括幾種狀況 第一種大概就正確的嘛 那第二種就是 當你的中間的給水太少 外圍可以太多的時候會發生的狀況 第三種就是 當你的給水太過於強力 導致於你的粉塵被你穿過去的狀況 然後第四個是你的粉太粗 導致於悶蒸失敗的狀況 那第五個是粉太細 那以上的五種狀況呢 學長會用比較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去對照一下 是否在你悶蒸的時候 有碰到這樣的狀況 如果有的話呢 要趕快對症下藥 才能讓你的悶蒸一次搞定 那悶蒸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多手法呢 都很吃悶蒸的效果 所以呢 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認真的關注粉塵的變化 找到問題 那你就可以一口氣 讓你的咖啡風味進步囉 OK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我們的悶蒸的對與錯 那我們準備開始進行正確的悶蒸 那我們的目標呢 是在正中間大約 一個指甲片大小的這個位置 正中間這個圓 我們目標要20到25CC的水 然後外圍呢 這麼大的範圍呢 只要給15CC的水就好了 所以呢 待會我們正中間的停留時間 會比較長喔 大約到3到4秒 那外圍呢 很快速的繞一下以後 就會回到正中間 這樣子呢 就可以確保正中間吃到足夠多的水 也比較不容易失敗 OK 好 那麼馬上來開始了 水溫呢 90度 好 正中間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39 的CC 目標40 可以看到喔 這個膨脹狀況就會很顯著 尤其是正中間 剛開始的時候 感覺起來好像 好像膨的沒有那麼劇烈 但是過了10秒以後 正中間呢 會持續的往上膨脹 代表說呢 它到 你的悶蒸一直到了後半段 仍然會有排氣的狀況 這樣的效果呢 就非常的好 然後外圍呢 也會膨脹成一個漂亮的弧度 那這樣子的悶蒸 基本上就是會成功的 然後現在已經過了將近30秒 正中間的支撐力還是非常的好 不會往下塌線 那最外圍的部分呢 其實我走得非常的快 也沒有很認真的繞最外圍 但是可以看到外圍還是有點濕濕的 為什麼 因為呢其實你只要給到一點點的水 它就會往旁邊滲 所以不用緊張說外圍有沒有給到水 沒有給到是沒有關係 這重點是正中間一定要給足量的水 OK 好 那我們的成功的悶蒸就先示範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第二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來示範第二種類型 就是外圍給太多水 內圍給太少水 就是正中間的水不足 但外圍給太多 甚至於繞太外面 這種狀況呢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好 水溫一樣是90度 好 假設正中間 好 你只給一下子就 然後往外圍走到40 可以看到齁 當你如果外圍的給水太多的情況之下 正中間只給一點點的水 的情況之下 它會成為一個斜斜的感覺 正中間呢只會凸一點點 但是呢它膨脹的狀況就會不顯著 而顯得有一點點像是 泥巴混在裡面 而空氣都塞在你的濾杯裡面 擠不出來的狀態就會長這樣齁 所以你當你外圍給太多的時候 常常會發生這種狀況 可以看到齁 這邊邊邊都吃了太多的水 中間水不足的情況之下 你還會以為說 可能是豆子不新鮮或是什麼 但實際上不是的 是你的 悶蒸給水的布水是失敗的 這就非常的明顯齁 中間整個膨脹程度非常的不顯著 OK 那我們準備進行第三個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做錯誤示範是 正中間你的給水太 太有力道 導致於說你的水穿過你的粉層 尤其是對於這種細口服來說 這種事情會比較常發生 所以我們待會兒 會用這個細口服來做示範 然後正中間呢 會用灌的方式 這 這樣子做如果失敗的話 很容易讓你的悶蒸失敗之外 那會讓你的整體喝起來很酸 OK 好 好 這樣子 你看當我的中間的水力太強了 灌過去的時候 往外繞兩圈 的時候 可以看到 正中間 其實我們剛剛灌水灌的太用力的情況之下 可以看到 它整個會有一點點內凹的形狀 然後也不太膨脹 為什麼 因為它剛開始的水呢 你大量的穿過你的粉層 導致於呢 中間的粉層已經被你沖散了 可以看到 跟我們正常悶蒸的情況之下 那種中間會持續膨脹的狀況 就看得到顯著的不同 它的水很快就會流光 因為呢 你穿過粉了以後 它有點像個吸力的狀態 會一直把你的水往下吸 可以看到 後半段呢 剛開始有一點點膨脹 變到後面幾乎都不膨脹的這種狀況 就會導致你的悶蒸失敗 而且喝起來會太酸了 所以注意 如果是用這種細口糊的話呢 你的中間的 要控制一下脂的力道 不要太強力了 往中間下面灌下去 這樣非常容易失敗 OK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狀況 OK 那接下來狀況呢 是你的鹽蒙肚膜太粗了 那即使你的布水方式對的話呢 它的表現會有點不一樣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好 我們一樣正中間 1 2 3 4 往外繞兩圈 回中間 4CC的水 可以看到 剛剛 因為它太粗的情況之下 我中間的給水很瞬間就會被吸下去 導致於感覺起來 你的粉面上面已經沒什麼水了 會很快的流掉 然後呢 正中間的膨脹程度 幾乎不怎麼膨脹 甚至有點內凹 就代表說你的粉實在太粗了 所以整體呢 膨脹狀況就非常非常的不顯著 那這種狀況呢 你的豆子 基本上就不會吃到很多的水 那你整體喝起來都會很淡 那這種狀況 一定要把你的研磨度 調的細一點點 讓正中間幾乎不膨脹 外圍也沒有什麼膨脹的狀況 這就是粉層太粗了 好 那我們現在來下一個狀況 好 那下一個狀況呢 是當你的研磨度呢偏細的時候 它可能在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密度太高 會讓你的水不容易穿過你的粉 會在你的粉面上面左右移動 這也是不好的狀況 好 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 中間給水 你可以看到我的水有點像水珠一樣 不太會往下流 甚至往旁邊竄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點點積水對不對 然後呢 剛剛我給的部分呢 一部分的水 因為它不容易往下流太細了 就往這個方向跑 導致於這邊的膨脹狀況呢 比這邊的海高 反而是到正中間 到了分針完以後 它就非常的塌陷 這種狀況代表說 你的粉實在太細了 你的水穿不過去 導致於它往左右兩側 或是上下外圍的部分 很湧水 導致於它的中間的空氣呢 還不出來 就形成這樣的狀況 一個凹陷的形狀 反而是外圍比較高 中間很低的這樣狀況 這個就是你的粉太細的狀況 它跟粉粗的狀況又不太一樣 它反而顯得中間更塌陷了 OK 那我們看完五次的示範 包括一次成功和四次失敗 我們就發覺說 在不同的條件之下呢 其實你的門針都可能會失敗的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研磨度 要麻煩大家測試到 那個粗細程度呢 不會太粗 導致於你的粉完全沒有支撐力 會直接往下落 也不要太細 導致於你的水 根本就不太容易穿過粉 會往四周翼 這兩個都是不太好的狀況 那在正常的研磨度之下呢 還要特別注意其中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的正中間的給水 還是要比較多一點點 如果你外圍給水太多的話呢 也會造成你悶蒸的失敗 然後第二點就是 關於正中間給水的時候呢 如果你是用比較細的口服 或者說你用一般的口服 但是你給水力道過分大的情況之下 也會讓你的中間凹陷 然後甚至導致於你的風味變得太酸 好 這些問題呢 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常發生的錯誤 所以學長特別列出來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也碰到這樣的狀況呢 那今天使用的豆子呢 都是淺焙的豆子 所以呢 其實淺焙的豆子 它的膨脹程度 當然不會比中焙或是深焙的來得顯著 但是呢 如果你連淺焙的豆子 在做悶蒸的時候 都可以完美的讓它呈現一個漂亮的拱形的話呢 基本上呢 中焙跟深焙的豆子 對你來說更是小差一疊了 所以呢 各位在觀察你的悶蒸的時候呢 如果以淺焙來做的範例的話 會更為顯著 等於說你淺焙練得好 其他都更沒問題啦 OK 好 那關於悶蒸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說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各位對於悶蒸還有其他的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看看有沒有什麼也值得討論的議題 我再拉出來跟大家做討論 那一定要把你的悶蒸練好 你的咖啡才會更好喝喔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此結束了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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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